世纪居夫凡夫 夫是烦恼的代名词 我们居足 见私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道道滴滴的六道凡夫啊 但能信 这就是个大的传记 能信什么 有世界明月记录 这个有字 真真相信 绝点不怀疑 企图就是极乐世界 有佛 好阿弥陀 你只要信这两个有 它真有 决定不是真的 这两个有 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佛 决定没有忘语 精干精神是 如来 是无语的 真语 诗语 诗语 如语 不忘语 不狂语 字字句句都是老实话 啊 啊 决定没有 欺骗众生 用欺骗 作为一种教学 手段 佛 绝不用 啊 为什么 被人发现 你骗过一次 一次人 可能有第二次 可能有第三次 啊 所以佛 深深实实 决定 没有忘语 啊 舌头撑出来 可以把脸干出 给大家 做证明 广长实相 这两个有 重要啊 深深呢 此两个有字 我们功夫不得力 就是对于这两个 有还有一 那 信心 不够 我们有信 没有深印信 啊 所以我们常常会动信 啊 我们从海鲜老花上 看到了 他深信 非常难得 他在十二岁的时候 种了一个冬瓜 被他躺地偷了 啊 他不知道 啊 他就在咒人 像念咒一样 小声 咒 谁偷了我的冬瓜 让他 让他 害窗 长病 啊 就这样念着一句话 念了三天 他躺地真的张窗 害病了 啊 神梁知道了 神梁知道了 来找他 你别再念了 你弟弟是吃了一个冬瓜 啊 你念着他现在 掌窗 害病 不能起床 他听了非常惊讶 啊 赶紧转念 快叫得好了 快叫得好了 啊 唐地 果然很快就好了 从这个地方 他明白了 念你不可思议 啊 为什么他念 你不 灵 你念他就不灵 他念是专心念 一心就念 就灵啊 啊 你的七心动念 里头架杂着很多妄想 很多杂念 不思不灵 能量不够 如果你一心专念的时候呢 一定会起这个作用 这就说明什么 一切发送信下次 啊 念到一个人生病 再叫他念 念他恢复正常 他就恢复正常 从这一点 你慢慢把它隐身 无论生什么毛病 小病大病 拉来的 不正当的念 造成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 端正一心念 病就没有了 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还有病 常常常向内也反省 我这个心 有问题 齐心动念 不纯 虽有线念 线念里都夹杂着 不善的念头 什么 有自私自利的念头 夹杂就不善了 于是乎就明白了 念佛要全心念佛 遇到善与 这个善与是 立业众生 立业正法 我们去做 要用真意心去做 就是 干这些事情 不能有自己的利益 好处 夹杂在里头 这个念 传 这个念 非常有效果 如果有丝毫 自己的私心 好处 就不灵 那什么 那是造业 造业就变成 业力在住在 不是远离 业力会障碍远离 业力消除了 远离能量 不可思议 像海鲜老婆生 一样 他明白了 他在这个里头 证悟了 所以一生 不再念别人的 过失 为什么 念别人过失 害他了 我不愿意 别人害我 我就不能害人 他害我 没关系 我有正念 我受的伤害不大 能过得去 他自己造业 那是性罪 一定会 一定会感到 过失 我不要再给他 添一天 所以 自作自受 我再给他 增加一点 那就是我的故事 不能给他 增加 希望他救 希望他回头 就闪念了 有人能回头 有人回不了头来 什么原因 习气太重 明立心太切了 放不下 我们在旁边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